至少是九個動作 九個動作 然後呢 最後記得呢 你也是一樣 把這個每個動作上面做完之後 我強烈建議啦 如果你對於錄製劇集不太熟的同學 一定要自己在這邊做一個什麼註解 1 比如說什麼 游標放在A1 2 可能就是做什麼 這個就Auto Filter 因為你 游標是放在A1嘛 對不對 會有一個slate的動作 就會產生一個叫selection的物件 這個selection物件 它其實跟range很像 也有可能是一個儲存格 也有可能是一個範圍 然後後面的話有一個方法 叫做Auto Filter Auto Filter應該知道啦 就是篩選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的地方就是說 我的範圍是在這樣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就是它自用延伸啦 當然這個範圍 如果將來你會變動的話 你這個範圍也可以變 也可以變跟沒關係 尤其是最後這個數字 列號 因為它是207啦 可是以後如果你不是207怎麼辦 你也可以自己去抓最下面一列 來修改這個207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變動的 然後呢 配合一個Auto Filter 它的Field Field的10是指的是什麼 第10欄 對 以後如果你要查的不是第10欄 你可以 去更改這個數字 就不用說重錄了啦 其實錄一次就好了 以後的話就照 照著 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有個 這個quiterior後面這個是1喔 1的話是第一個條件 那如果你有第二個條件 可不可以 就是quiterior 2 後面有個什麼呢 XL and 或者偶爾有沒有 就是 而且 而且 或者是偶爾 但如果說你後面沒有第二個條件 它就不會有作用 除非你有第二個條件 然後呢 後面如果是你要 做那個全文檢索 就是說那個關鍵字檢索的話 它 關鍵就是在 這個的前後一定會有個叫 STAR 星號 有沒有 那個星號指的就是說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反正呢 你只要中間有這個S 比如中校東路 那 我就會幫你什麼 篩選出來 欸 所以如果你 把那個 後面那個 STAR拿掉的話 就開頭 跟 應該是後面 如果 你要完全一模一樣 你就把 兩個星號拿掉 它就藍位裡面 一定要一模一樣的才可以啦 這個我想你可以去斟酌一下 另外當然除了說 這個是文字的篩選 也可以 針對你的 數字篩選 數字就是 哪一個到哪一個 它有個 介餘有沒有 比如說你 業績介餘多少 其實你也可以啦 那個藍位裡面如果是放業績的話 也可以針對數字去做篩選 日期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其實我們常用的吧 哪個日期到哪個日期 也可以用一樣的方法 只是說你要兩個條件 一個頭 一個尾 OK 你就可以去篩選出 你要 那以前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很麻煩 可是 如果你把這個查詢選手做出來 你很快可以查到你要查的東西 不然以前你光要查資料就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那不外乎就是文字 數字 日期 這些都可以 那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有心要把這個學好 你就入字 反正多入 文字做一個 數字做一個 日期做一個 那你去找相關的 那個有關這個 這個方面的那個資料一定很多吧 那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錄下來 差不多是長這樣子 比較一下應該都知道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Ctrl Shift 向右向下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在第三 Ctrl Shift 向下 向右向下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註解 所以是開 然後 Copy就複製 所以這邊的話我是 4是Copy 然後再來就是5 5的話就是新增嘛 然後 再來就是6 更名 對 其實這個順序那你可以 然後再貼上 這個地方的話就7貼上 然後再來就是 自動調整欄寬 就是8 那你會發現 自動調整欄寬就是 Colence 這個物件嘛 電 AutoFits 就是自動調整 AutoFits就是自動調整嘛 然後再切回到 那個什麼呢 原來的那個地址 的 切回去怎麼切 第9 OK 然後地址 電子 就切回去了 再取消篩選 多一個 沒關係 這個 數字 的註解 不是固定 不是一定說要跟我長的一樣 反正你就照你的 實際上的需求 給它順序 然後 再給它註解 你就會很清楚了 本來看不太懂的東西